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莫系 莫系 惠子 有什么情况 杨世轩拿到药方了 什么 阿嘎 现在他无论提什么条件都答应他 只要能搞到药方 能拿到药方之后再对付他 大佐 有好消息 杨世轩拿到药方了 但这个事情他没办完 就想要全部的报仇 这个家伙 居然敢跟我来这趟 杨世轩这个卑鄙小人 果然不可靠 幸亏大佐拧有仙剑之命 派了桂木英子到他身边 杨世轩 杨世轩跟我耍花头 我可要给你好看的了 我可要给你好看的了 杨世轩 天仪 天仪 你在找什么呀 我有一块手表不见了 怎么找都找不到 手表 那我帮你一块找吧 不用了 不用了 对了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我看爹这两天好像很忙 每次回来换件衣服就走了 都没好好吃顿饭 我就让张妈熬了点鸡汤 我想给她送过去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 好啊 不过雯丽啊 我看你这两天好像憔悴了很多 是不是因为跟郑南吵架 整个人状态都不好了 这样吧 鸡汤我帮你送过去 你在家好好休息啊 那也行 走吧 来 进来 怎么 忙得天昏地暗呢 秋萍 你怎么来了 你的宝贝女儿熬了鸡汤 让我给你送过来 这么天心的啊 快趁热喝吧 不行 我还有点事跟他们交代一下 等我一会儿 好 主张好 嗯 回来啦 最近真的是很忙啊 你再忙也要注意身体 来 我给你倒碗汤 不不不 还得给他们送点东西 你再等会儿 好 偷地怎么没锁啊 你看你 忙得晕头转向的 是不是自己忘了锁呀 但愿是我忘了锁吧 那我先忙去了啊 这个药方到底藏在哪儿呢 是吗 莫先生 怎么样 我已经派人去查了 但是还没有找到 叶千千的下落 对了 莫先生 您大老远从东北原司令那儿得到 沙国宗还有惠子他们 是日本特工的证据 您为什么不把这些证据拿出来 逼他们出手呢 那些证据得来不易 如果照片一旦公开 就必须要置他们两个于死地 莫先生 难道您是有什么顾虑啊 我担心一旦公开惠子 和沙国宗的身份 他们会苟急跳墙 会对叶千千不利 没错 这些日本人心狠手劳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所以在救出叶千千之前 那些资料绝对不能公开 山州 赶紧派人加紧去查 一定要尽快救出叶千千 是 是 爹 之前您伤得那么重 大夫人都数手而策 都会咱们家的惊创伞 你的兵才慢慢有起色 以后啊 你坚持服用 伤就会痊愈 倩倩还是没有什么消息吗 没有 没有 自古以来 所有宝物都是一把双刃剑 它既能招服也能生祸 就像这个金床伞 它是你爷爷给我们留下的宝物 它能救了我的命 但是倩倩 却因为它落入日本人的手里 生死为补啊 爹 您别太担心了 还是安心养伤吧 无论如何 我还是不同意 把药方交给日本人 我知道 爹 身体要紧 您真的要注意 没有动气 找药方就交给我来办 交给你 我把药方交给了你 你把药方给我丢哪儿去了 我就是想不通 好端端一张药方 怎么能丢了呢 你怎么这么大意啊 我对你寄予厚望 你却连张药方都看管不了 这药方有多重要 你不是不清楚 爹 对不起 是儿子无能 没有保管好药方 你现在原原本本地给我说清楚 药方到底丢哪儿去了 是啊 是这样啊 当天您把药方给我 我就放到了药方的保险柜里 知道这件事情的 就只有我 娘还有文力 钥匙呢是我和文力保管的 您受伤的那天 文力的钥匙突然就不见了 紧跟着 药方也不见了 我们到现在还没有任何的线索 表姑 文力 你怎么来了 我听我爹说姑父醒了 就过来看看她 她怎么样了 你姑父是醒过来了 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呀 倩倩昨天晚上被日本人绑架了 什么 倩倩被日本人绑架了 日本人说要拿药方换人 今天他们带着药方去救人 人没有救回来 我苦命的倩倩 还不知道是死是活呢 表姑 你先别太着急 如果日本人想要药方的话 在药方到手之前 他们是不会把倩倩怎么样的 文力啊 这些日子我可是遭罪了 好在你姑父醒过来了 要不然这日子我没法过了 姑父刚醒过来 就知道叶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她一定会担心坏了 她怎么能不担心呢 这药方是她的命啊 她醒过来以后 药方就丢了 可倩倩她虽然不听话 可她是我们 辛辛苦苦养大的孩子 现在落到了日本人的手里 不知道情况怎么样 你姑父醒来听到这事啊 差点没背死过去 我现在去看看姑父 好 我带你去 娘 不停 闪君 文力来看你了 姑父 你醒来就好了 身体好些了没有 我只把老骨头 还能扛得住 你来得正好 宝衣 正南 你们先出去 我要和文力单独聊聊 有什么话不能当着我们面说呀 娘 我们先出去吧 你坐 姑父 您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文力啊 你们家在苍州也没什么亲戚 表姑一家和你们家算是最亲的 我和你表姑 都把你当自己家人一样 之前听说你和正南正在交往 我们都很高兴 更是把你当自己女儿一样 您到底想说什么呀 我就是想不明白 我这么信任你 你为什么要拿走我们家的药方啊 现在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你只要把药方交出来 我会既往不咎 这件事情 我也不会告诉任何人 姑父 我没有拿您家药方 药方不是我偷的 你还是坚持不承认吗 是不是正南告诉你 说是我偷了叶家药方 正南没有说你什么 他只是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 可是我不是老糊涂 整个事情显而易见 知道药方锁在保险柜里的 只有你 正南 还有你姑妈 而且只有你和正南有钥匙 药方好端端地 为什么会闭门失窃呢 姑父 我知道我怎么解释也没有用 而且我也不知道是谁偷了药方 但是我杨文莉可以对天发誓 我绝对没有偷你们家药方 我一再给你改过的机会 看来你是坚持不承认了 姑父 你真的是误会我了 我没有做过 叫我怎么承认 看来 你是不想好好解决这件事情了 我们都把你当成自己家人一样 你出国回来 说是要到药房帮忙 我们都很高兴 可是我没有想到 你这是早有图谋 使我轻易信任 使我引狼入世 姑父 你是无论如何都不肯相信我了吗 看来 你是真不想好好解决这件事情了 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如果你再不把药方拿出来 我就去找你爹 我相信 你爹是不会支持你做贼的 我没有做过就是没有做过 您就是叫我爹来 不还是这句话 更何况我相信我爹 也不会不分青红造白 就认定我是贼的 姑父丢失药方 我心里也很着急啊 我现在被所有人误会 我巴不得赶快找回药方呢 说得好听 姑父 您刚醒过来 身体还很虚弱 我不想跟您争辩 您先好好休息 不管您相不相信我 我都会尽我的能力找回药方 我先走了 不行 你今天不交出药方 你就不能走 对不起 你给我站住 雯厉 你辜负她怎么了 廖姑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擅裙 你骂雯厉了 她 是她偷走了我们家的药方 山群啊 山群啊 雯厉 绝对不会偷我们家东西的 你怎么这么肯定 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我 我哪知道什么呀 我只是觉得雯厉是个好孩子 不可能偷东西的 夫人之见 雯厉 雯厉 我爹是不是跟你说了 药方的事 没错 你爹让我交出药方 是不是你告诉你爹 说我偷了你的药方 我没有 我没有这么说 你没有 你要是没这么说 你爹怎么会一口咬定 是我偷了药方呢 我就是跟我爹 说了事情的经过 我爹他可能觉得是你偷的吧 好啊 既然你们都认定 是我偷了药方 那你们就抓我去警署吧 要不要我爹亲自来抓我呢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就是这个意思 既然我的解释都是徒劳的 那你们就当我是贼吧 雯厉 我是说不管什么原因 如果 真的是你拿的药方 你还给我 我们可以像以前一样啊 够了叶正南 你再说下去 我就会被你气死了 我告诉你 药方是我偷的 我不止偷了你们家的药方 我还偷了魏家的药方 还有所有药房的药方 你就跟你爹好好地商量 这下怎么处理我吧 你放心 我不会跑的 我就在家等你们 雯厉 为什么你们都不相信我 为什么你们都不相信我 你怎么哭了 你还是那么梨花带雨 处处动人哪 但是怎可奈 落花有情随流水 而流水无情焰落花 你要说什么 我想说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呢 你当初为什么离开我 跟叶正南在一起呢 原来是为了药方 老秦人见面总有几分情吧 况且我还有正事要跟你说 你有什么事你说吧 药方既然拿到了 就离开叶正南吧 你别跟我提他 他跟你没关系 他是跟我没关系 那我们现在来谈合作好吗 当然了 前提是你没把药方交给日本人 你想想啊 你有叶家的药方 我有我们家的药方 我们把两张药方合在一起 就能生产出金创散了 你看啊 有了钱才有话语权 才不会受叶家人这样的欺负 你懂吗 魏启明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当然知道我在说什么 其实你也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们都是民事里的人 不是吗 所以我们是同道众人 婚礼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还有我 其实我的心里也有你 我们何不拿着药方援走高飞呢 对不对 我没你那么卑鄙 我怎么卑鄙了 你和叶正南根本就不合适 你自己心里也明白的对吧 其实你和我在一起 才是天造地设的一段 滚开 你好好想想我和你说的话 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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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出命案了 慌什么 你死了 不是 这 军长 要是我死了还能接到报啊 就是 庙里死人啊 我们跑去一看你猜 谁 谁死了 我不猜 你快说 日本人 竹内聚焉 他死了 是啊 军长 凶口重枪 就是不知道谁是凶手 这 这 这 军长 这 日本人死了 会不会惹什么麻烦哪 要不要加紧迫害 抓拿凶手啊 这个案子交给你们去办 好 好 嗯 高队长 好好干 沧州警局以后 就看你的了 军长 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干了这么多年 总有一天会下来的 高队长 你呢 前途无量 是 是 我们一定听您的吩咐 解快福安 查案 对 好好查案 是 是 是 喂 喂 尚老板 你们又在搞什么鬼呀 那 那个竹内俊颜 怎么死了 杨局长 有些事情该问 有些事情不该问 记住 竹内 这是件小事 我相信你一定会处理好的 好 这边我可以帮你收拾残局 但是我问你 有没有联系上你的上司 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我已经跟我们老板说过了 老板说 你只要把药方交出来 所有一切 我们都会满足你 真好 很好 杨局长 你要的这个数目可不小啊 我们得把金条筹备齐了 等筹齐了之后 我会再打电话给你的 好吗 那你们好好准备吧 准备好了 通知我 好 栗子 冬头 只怕你 乌府 笑首啊 成 老爷回来了 张妈 世轩 你回来了 张妈 帮我准备热水 我要洗个澡 好 秋萍 文丽呢 文丽她早上就出去了 到现在都还没回来呢 她连工作都没有了 她还能干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她也没说她上哪儿去啊 看你今天一回来 嘴角都笑弯了 有什么好事吗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吧 山本大佐 已经答应我的要求了 真的 嗯 那这么说 我们很快就能离开了 没错 可是 你不怕文丽 不愿意跟我们一起走吗 她到现在都还不知道 这个事情呢 不怕 现在所有人都怀疑是她偷了药方 她在苍州无法立足了 她一定会跟我走的 对了 世轩 你的药方有没有收好啊 这都快交易了 可千万别出什么岔子啊 放心吧 我随时都贴身保管着 谁都拿不走 老爷 洗澡水准备好了 知道了 那我先去洗澡 嗯 贴身保管 是 带府 准备 准备 回来 继续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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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兴致怎么这么好啊 为了庆祝你的大事 成功在即啊 谢谢 等等 我马上就回来 的 喂 我每天都把帽子挂在上面的挂钩 怎么现在在下面呢 谁动我帽子了 谁动我帽子了 帽子 帽子 谁动我帽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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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帽子 怎么了 谁进我的房间动了我的帽子 我不知道啊 你去洗澡我就过来准备酒了 张妈呢 张妈 我刚刚还看见她的 怎么不见了 张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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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拿我的药方 你给我站住 跑啊 跑啊 你带跑 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 告诉我 谁派你来的 是不是沙国宗派你来的 哎 说啊 鸟方 鸟方呢 你杀了我 惠子小姐是不会放过你的 呵呵 果然是惠子和沙国宗派来的 他不放过我 行 我现在就不放过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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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居然 我居然 你听我说 我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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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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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莉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你杀了张妈 你杀了张妈 孩子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告诉你 张妈是惠子和沙国宗派来的特务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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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妈他不是特务 是 日本人为什么要监视我们 你冷静一点 冷静点 爹说的都是真的 我知道了 你就是为了这个东西杀了张妈是不是 你杀了张妈 文莉 这里说话不方便 等爹爹回家 爹爹会把一切都告诉你的好吗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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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莉 放开我 文莉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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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文莉 听我说 别碰我 听我说 别碰我 怎么样了 张妈呢 死了 死了 是你杀了她 是的 好啊 东西拿回来了吗 拿回来了 原来 原来就我一个人蒙在鼓里 能不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爹 你为什么说 赵妈是日本人派来的特务 还有 你们刚才说的东西 是不是就是叶家的药方 好啊 其实我早就应该想到 能从我手里偷走钥匙的人 不可能是外人 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 我是你们 是我最相信的亲人 爹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文莉 文莉 别碰我 文莉 爹 对不起你 爹利用了你 但是这个事情 跟邱萍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的钥匙 是我拿的 那个药方也是我拿的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现在正男误会我 姑父误会我 所有药方的人都误会我 他们说我是贼 我好圆文 好委屈啊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 我竟然是贼的女儿 文莉 你别碰我 你听爹解释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迫于无奈的 无奈 你是沧州警察局局长 什么人会逼着你去做贼啊 是啊 孩子 你只知道 被冤枉很委屈 是吗 但是你知不知道 你爹 你爹我的心也很苦 自从你妈走了以后 我就把你当成我生命中 最重要的人 再加上邱平 你们两个 是我仅有的亲人 我要好好保护你们 本来 你和叶正男 告诉我杀过宗 是日本特务以后 我就想对付他 但是没想到他反咬我一口 由你们两个来要求我 要跟我合作 逼着我 企图夺取 叶渭两家的药方 如果我不答应 他就会杀了你们 爹爹被逼无奈 我怎么办呢 我 我不得不做这一切呀我 你骗我 你是警察局局长 你手下有那么多警察 你会怕几个日本特务吗 难道 你手下那么多警察 都保护不了我和平易吗 孩子 你别忘了他们是日本特务呀 他们要杀你们 易如反掌 是啊 我可以保护你们 但是这种保护 是铜墙铁壁吗 啊 易有疏忽 我可能就永远地 失去你们了 孩子 我 我不能冒这个险哪 可就算是这样 你怎么能对他们屈服呢 你一点都不像我那正直 令我佩服的父亲了 我现在看着你 我都觉得好陌生 文雷 我何尝不想把这些日本特务 统统抓起来 但是我没法抓他们 苦于没有证据啊 如果我等着他们 把你们都杀了 我再把他们抓起来 我就是杀他们一千遍 也救不回来你们了 文雷 你爹真的很为难 他一直不敢告诉你 是怕你会担心 再说了 你年轻气生 万一知道了真相 做出什么冲动的事情呢 他一直瞒着你 是在暗暗地保护你啊 爹 那你就把药方还给正南吧 秋月飘落眼纷飞 孤陵的山影 凤华落尽人憔悴 似风飘絮如梦 看透不透爱恨和情愁 回去不去的哀愁 难以割舍的伤痛 韭西成一城口 叹西成一城口 嘲嘸叫浄火 谁能停止失散灯楼 錯過的 究極亂 無法從頭 日生有日落 誰能度過 繁華燈紅 只願今生以後 一切坎坷 心情緒 昔月 影響 詞曲 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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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課 初起地要超過 誰能停止 時則 登流 錯過的 集巨欄 無法從頭 日上有日落 谁能度过 放我走破 只愿今生以后 一切看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